正在为考试而突击背诵 尝试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更多的事 当面临挑战或感到无助时 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压力的存在 但压力不仅仅是一种情绪 它还是一种穿行在我们体内的身体反应 就像电路板上的电流那样 短期来看 压力有着积极作用 但是当压力出现得过于频繁 持续地过长时 则它产生的反应 不仅仅会影响到你的大脑 还会对你全身的器官与细胞造成伤害 你的肾上腺会释放压力荷尔蒙皮质醇 肾上腺素 以及去甲肾上腺素 所有的这些激素 在你的血液系统中穿行着 它们可以轻易到达你的血管和心脏 肾上腺素会使你的心跳加速 血压升高 时间长了还会引发高血压 压力荷尔蒙皮质醇 会令你的内皮及血管内衬 无法正常发挥作用 如今科学家发现 这些还是产生动脉硬化 以及胆固醇斑块化的早期有因 同时 它们还会增加心脏病或中风的患病几率 当你的大脑感受到压力时 它会激活你的自主神经系统 通过这个系统中枢神经纤维间的联系 你的大脑向你的肠道及肠神经系统 传递了压力的信号 除了会令你紧张外 肠胃颤动 这个大脑与肠胃之间的联系 还会打断有节奏的肠胃收缩 正是这种收缩 帮助食物蠕动进了胃里 导致肠道一击综合症 同时使你更容易患上胃酸、胃灼热 通过肠神经系统 压力还会改变肠道细菌的成分和功能 而这可能会使你消化不良 甚至影响你整个身体的健康 说到消化功能 那么长期处于压力之中 会否使人变胖呢? 答案是肯定的 肾上腺皮质醇会增加你的食欲 它会向身体释放饥饿信号 进而促使你去进食大量的高能量食物 和碳水化合物来补充能量 肾上腺皮质醇甚至可以释放更高级的信号 让身体将多余的卡路里 转化为内脏脂肪或者皮下脂肪 这种类型的脂肪 不仅仅是令你胖到难以找到合适穿的衣服 它还是一种被叫做细胞因子的器官 作用就是释放荷尔蒙 以及和免疫系统相关的化学物质 它会大大增加慢性疾病的患病几率 如心脏疾病和胰岛素耐受 同时压力荷尔蒙还会以多种方式影响免疫细胞 原本免疫细胞可以帮助抵御外来病菌 治愈外部伤口 但慢性压力会抑制某些免疫细胞的功能 进而增加身体受感染的几率 延缓身体的自愈速度 想要活得更长寿吗 你或许需要减少你的慢性压力了 因为它甚至会令你的染色体终端变短 而染色体的这个端力 恰恰影响着细胞的寿命 每次细胞分裂的时候 染色体端力帽 保证着细胞可以正确复制细胞的遗传代码 同时随着细胞的分裂 它们也在不断变短 当染色体终端太短时 细胞也就无法再分裂了 这意味着一个细胞的死亡 不仅仅是这些方面 慢性压力还会从更多的方面去危害你的健康 比如挫疮 脱发 性功能障碍 头痛 激张力 精神难以集中 疲劳 还有易怒等症状 那么这些对你又意味着什么呢 你的生活将始终充斥着压力 对你的大脑和身体来说 重要的是如何应对这些压力 如果你能够将这些压力 视为可以控制的挑战 而非无法抗拒的威胁的话 你的生活一定会更加地高效 健康 如果时间管理令你深感压力 我们的计算机为你提供了一些建议 观看这段视频 看看这些机器有何看法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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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